你这是干嘛 许文杰 你到底娶不娶我 朱雀 你说你一个堂堂护国女战神 你逼迫我一个普通人干嘛 普通人 普通人能把天网排名前三黑暴 一招进来 下面 不愧没画过战神出去 一人单挑我八大五十 竟然还能活着 不好 就算守全力状态 也未必能是黑暴 更何况 师父让我来救急 我还以为有多强呢 谢大长救命之恩 敢问尊心大名 昆仑山 徐文杰 徐文杰 你要是不走路我 我就撕着这茅草屋 徐文杰 你就草漏我吧 徐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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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腿还挺好摸啊 你不是基因之体 可惜了 所以说呢 这小破屋啊 你想轰就轰吧 而且呢 我反正要下山去了 你要下山 你干什么去啊 接手我师父的产业呗 而且啊 他还给我说了一门亲事 结婚 你有未婚妻啊 怎么了 你不能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我有未婚妻怎么了 所以呢 你啊 也不用等我乖乖的回去边疆守城去吧 哎 那你干什么的人 谁也想不走 开套 给我哄 别别别 哎 冷静啊 冷静 我靠你们玩真的呀 你给我一点时间吗 你给我 你求我啊 好 我求你 加个微信 啊 可以 这可以 好了 我去 这五娘们难道真要赖啊 传我命令 一天之内扫平战事 我要赶回金海 让石渊杰娶我 走 我去 不愧是大都市 美女真多呀 我这阳毒有救啊 让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基因之体 基因之体 是打破铁鞋无秘处 后来全部废通俗呀 哎 哎 美女留步 你是谁啊 哎呀 我刚才啊 掐着一算 哎呦 咱们俩才真有缘分 神经病 哎 别走嘛 傻子给我放开 你谁啊 听好了 老子金海赵家 赵新晨 现在 把人家手从他上挪开 要给我滚蛋 赵新晨呢 老子给他笑的 要应该到时间发作了呀 嗯 不认识 不过今天这个妹子 我得带走 你跟我强女人 少死 哎 放开 哎 他让我放大 不关我事啊 你小子等着 快送去医院去吧 哎 哎呀 哎呀 我去啊 那大城市的美女都这么开放吗 跟我整的还有点不好意思了 嘿嘿嘿 走走走走 没想到大城市 大房子的 什么都大 哈哈 来啦 对啊 被人下药了呀 幸亏你遇上小爷我了 要不然 不知道让谁给占便宜了 你你你 你别勾引我啊 不然小爷我忍不住 把你究底正法了 你行不行 你 好了 师父说过 我可是龙阳之铁 能解百毒呢 给你了啊 嗯 嗯 药效不够 再来一次 嗯 别干什么 狗咬吕洞宾你不是好人心的 我要吃饭救你呢 救我 你救我 你妈妈怎么有电来了 我你你我怎么 哎哎 哎 哎 我躲了去 你 白白了 您呢 啊 你别啊 啊 我要换你啊 慧气 真慧气 城里的女的怎么那么凶 好心当主力干费了 柳先生 你你你要干什么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霸道集团代理总裁 也是您的孙主 你你你是老头子派来的吧 吓我一跳 这证人自总裁分货 我特别找到你 辅助你 接手集团和龙王殿 霸道集团就由你代管吧 至于龙王殿 我得好好利用一下 查找我的身世 你就这么定了 是 那徐先生 还有什么分费呢 我呢 得去秦家提亲 你然后准备一份 见面礼 又是你这个臭流氓 你跟踪我 明明是你跟踪我才对 我是来娶媳妇的 关你什么事 这是我家 秦家 哪来的你媳妇 你赶紧走 你再不走 我将人打死你 别呀美女 那侠 你俗话说的好不好 永远千里来相会 那说不好 小爷的媳妇 那就是你呢 你这个臭流氓 你怎么打人啊你 什么人 在我们秦家宣伙 哎哎 在下徐文杰 奉师父之命 前来娶媳妇 哪来的臭道士 这年呢 什么阿猫阿狗 都想打我女儿的主意 还提亲 还聘礼都没人 赶紧滚 聘礼是吧 有啊 此乃虚命丹 可以延年益寿 价值连城 这个作为聘礼 那戳戳有余啊 什么玩意 应该破药王 你只想娶我的女儿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呢 小眼无珠 我女儿 只会嫁给赵星辰这样的女儿 你这球 你还副厕所的五菜 妈 你不要叫给那个下腰的变态 八道集团 聘礼到 金条二斤 价值百万 龙公益一顿 价值五百万 顶湖山中 别墅一栋 价值千万 你们这是 这是我们新岳总裁送给秦小姐的片礼 恭喜秦小姐 放到屋里去 放到屋里去 约然 你什么时候认识霸道集团的新任总裁了 我不认识 那这奇怪了 这霸道集团可是金海第一财团 怎么好端端的 咱们家下聘礼的 刚才送进去的那些聘礼呢 是我让下的 就你 你不撒谎尿照照定情 我一生上下冒全三次 你们去霸道集团当保安都不够合 咱们说的好呀 又踏实上次换了 今天又跑到秦家来专门 我赵家和霸道集团宿来交 这份聘礼肯定是冲着本少的面子送的 赵公子 你是把和燕燃结婚的消息放出去了吗 怪不得这霸道集团上赞次来逐渴呢 那是当然 也不知道这几天 是从哪打听到霸道集团宿主的造型 还想用这个去燕燃 真大毛不齿 赵公子 我可没答应下给你啊 燕燃 你看看那屁股的台面 下给赵东西 我们秦家就可以挤身一流世家 那可是几岁八道集团的存下 要是燕燃能下给小学 别说是一流世家 就算是八道集团都能送给你 可统爹啊 你少他们装逼了 今天新冲就会被撞 被宰了你不可 都在吵什么 爸 就这个家伙 他做白人闹 他想娶咱们家燕燃 拿了一个什么破药丸 说是当骑女人 不配 什么药丸 拿着我看看 虚命丹 这个就是可以延熟二十年的虚命丹 老爷子好眼光啊 你是震源子的徒弟 嗯 我到底把你探来结婚赶紧结婚 妈 你疯了吗 我们家燕燃怎么可以嫁给这个土狗啊 老爷子 你也太草率了吧 闭嘴 你们一群警笛子啊 趁原子人何等 他的弟子必定是人中之龙 爷爷 我不同意 我不要嫁给这个虚龙毛 妈 你擦亮眼睛好好看看 这种人进来 只会拉低了我们家的身份 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 通知下去 明天就举办婚呀 爸 你可不能犯糊涂呀 秦老爷子三四呀 燕燃 可是咱们京城的第一大美女 怎么能随随便便嫁给一个垃圾呢 我们秦家向来是一额千金 燕燃 你们相办厚领证 早日让我报上悬事 这老糊涂 您要选一个土边垃圾 像八老都不选我 你一定会后悔了 赵公子哎呀爸 你为了这么一个从小子得罪赵家 合适吗 我可是听说 金海新来的太守 那可是赵公子的亲叔叔呀 现在的赵家的确得罪不起 不过我相信假以时日 文杰定会之上的必须 此事无需在意 就这么定了 爸 你 你 你终于清静了 老婆 哎你看爷爷说了 他想抱玄孙 要不咱今天晚上就 谁是你老婆 我告诉你 我嫁你 这是无奈之局 你不要对我 他朋友可以分之想 哎呀你别那么觉情嘛 感情是需要 慢慢培养 爹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你就快爱上我了 世心忘怯了 我告诉你 我爱的 可是龙王殿下那样的盖世英雄 绝不是你这样相应就是说 其实我就是龙王殿主 其实我就是龙王殿主 你要是龙王殿主 龙王殿主 龙王殿是就确呢 雪文杰 我告诉你 你侮辱谁都可以 但是你当然再侮辱一次我能杀 我 我让废了你 嗯 雪文 你日月之内必须睡到精神气 要不然 我们都完了呀 陈先生你没事吧 龙王殿我都看见了 陈先生现在对你如此 我这就自孝子 让他们知道您是何等如此 哎 无妨 无妨 等到婚宴的时候再供我的身份 手下这又是吧 嗯 干嘛哭上个脸啊大喜的日子 你还好意思问 我们秦家在这办婚礼 怎么还有别的别的宴会 哎 服务师 这怎么回事 是霸道集团之前在这里办 新人总裁 欢迎会 我们也没办的 哇 秦家的风头竟然被霸道集团抢走了 摆明是跟秦家过不去啊 秦家是婚礼 办的还真没名 欢迎会和婚礼一起办 这年绕起来真有意识 不可能呀 霸道集团昨天还给咱们家送聘点 燕燃 这怎么回事呢 我也不清楚 许文杰你个丧把心 你干啥和赵公子一样有本事 我们秦家怎么会如此难堪 其其赵家也配合我相提并论 这霸道集团的欢迎会 就是为我举办的 表姐 我说你找的这个男人 不仅一身穷酸味还爱吹牛我呸 胸这么贫还说我 许文杰你闭嘴 表姐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整个惊骇都传遍了 你拒绝了赵公子 跟这个穷道士结合 现在霸道集团都看不下去了 就在旁边举行迎信宴会 我再强调一遍啊 这场欢迎会 就是为我举办的 这你这个臭道士 你不但连累了我们秦家 还在这装大尾巴狼 渊然 趁现在还来得及 赶紧退婚 大喜的日子 吵什么吵 许文杰是我定的一句 没你们说的 爸你好好看看 因为许文杰 我们现在表队的霸道集团 咱们秦家永无出头之日了 文杰 是你都在霸道集团 爷爷 你听我跟你说啊 霸道集团言入血道 完了完了 赵总一直跟霸道集团交好 这下严总裁都来砸场子了 怎么探上你这么个废物女婿啊 完了完了完了 我们秦家彻底完了 你们马上就会知道 谁才是爸 今日 邀请大家到这里是为了两件事 第一欢迎我霸道集团新任总裁 而新任总裁就是 你让 嫁给我吧 盗公子 如果你是来祝贺的话 我扶我欢迎 如果你是来捣乱的话 对不住了 请回吧 个老糊涂 这么漂亮 孙女嫁给一个臭道士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婚我签定了 赵金晨 今天我是霸道集团 是为徐先生和秦小姐祝贺 其中你爸爸 什么 替霸道集团祝贺 这怎么可能 言不许 我许 是为徐先生和秦小姐祝贺 都会有情 我还是怕 如今 我诸如赵金晨 暴露金晨 就算是霸道集团 我也不放在眼 赵金晨 他除了是金海胎手 更是前任老朱雀战神的亲位 连续侍奉两任战神 就连朱雀战神本人 也要叫他输 没错 朱雀战神虽是女儿神 但勇猛不输他爹 霸道集团 在他面前 送个屁 我呢 不认识什么赵虎啊 赵狗之类的 今天是我大起的日子 我不想见血 实相的赶紧给我滚呢 徐先生 朱雀战神 你别乱 严总啊 你要是有什么事 你就先回去忙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能解决 好吧 那我先走了 都连霸道集团 你爸 徐文贼啊 嗯 你还乖乖退职 那你要想保住群家 今天就跟我结婚 敢动我媳妇 搞死了 怎么又敢打我 手手马上就走 他傻了吧 那赵古卿侄子都敢打 我听说他配偶神虎位 都是赫赫战功之 是啊是啊 脑子有问题 徐文贼 你疯了吗 你还行 你不害我们秦家吗 快跪下来 给赵公子道歉啊 除了我师父 没有人能让我跪 你 英海太守 赵古道 赵太守 完了完了 神虎位的人都来了 别说老周卷战神境内了 就是他司机来了 我们给人家提鞋都不配着 先生 你想做什么 就尽管去做 今天 输给你成药 叔叔 我和燕阳从小就青梅竹马 早已私定终身 我连聘礼都下了 是老徒子 眼瞎 竟然选了这么个 臭道士 谁跟你私定终身 秦奇虾 你这是棒打拳 我一定赵太守 全家向来守信 婚约必须留意 小子 你现在主动往后退 我可以留你一个手 你要这个什么东西啊 你让我退婚 我就退婚 那我都没面子 徐文贼 还敢顶嘴 赵太守 岂是我们能得罪的 他不就是朱雀的一条狗吗 那就算朱雀本人来了 那又有何惧啊 文贼 不得胡说 朱雀是金海的守护神 地位无比重劳 快道歉 赵太守 我替文贼向您道歉 他刚从山上下来没见识 您应该跟他一般见识啊 现在想道歉 晚了 从非 他现在过来 给我跪下扣三个头 然后再从我过头爬过去 我要是真的过去的话 你就是个死人了 小的 你好狂啊 行程是我侄子 你动一下试试 你动一下试试是吧 嗯 这 这一巴掌 打你口渡车来 颠倒是非 这一巴掌 打你觊觎阉人 不饶我婚礼 这一巴掌 我打你 纯粹是小爷 看你不爽 有意见吗 你找死 神灰 我命了他 我到山之地 这神灰踏成一座城都不在华下 这宣家闭死我了 嗯 就像是直升机的神 谁敢抢我老公 谁敢抢我老公 我把他千刀万剐 别开玩笑了 他怎么可能是你老公 美女 你一看 做身份尊贵 凭你的条件 怎么能跟这种土狗 放在一起 你敢对我 平头论足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敢打我 不管你是谁 来 给我他赶出去 打好出闲 不要停手 弄死他 快弄死他 闭死他 闭死你 看这朱雀大人 什么 竟然是朱雀大人 朱雀大人 居然认识徐文杰 叫他老公 这朱雀大人是不是眼瞎呀 怎么能看徐文杰这种 是眼 是你心 这起码我们秦家这下有救 朱雀大人 是他永远不是台山 看着我服侍你们妇女多年 看见高得为什么 你吓不吓 朱雀大人 你杀了我 你大人有大人 杀了我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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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是和龙王殿店主有婚约吗 我呸 一百个龙王殿店主 也比不上徐文杰 龙王殿店主比不上徐文杰 朱雀正神也下了吗 我操 师父怎么给我跟这个婚约有了婚约啊 朱雀大人 你的父亲绝对不会同意你跟这个臭小子一心 我朱雀做事 何须他人同意 成何企图 现在就回去兵个老爷去 你 许元姐 你今天必须娶我 你要敢输一个步子 老娘就把你花大宝 这朱雀战神真来抢婚 他疯了吧 哎 抢走了也好呀 你就不用嫁给他了 可惜和店主有婚约的人 不是我 你就是新娘子 长得还不错 给你开个假 把徐文杰让给我 真有这么好的事 你用嫁给徐文杰 还有钱哪 唐姐你赶紧答应他呀 说不定我们来拍照 朱雀这个高章 你闭嘴 被人忽然抢婚 我秦家 颜面何在呀 朱雀 别这样啊 我这婚约是 师傅早年间定下来的 反正今天 我必须娶人 这小子是不是疯了呀 秦家只是三流世家 放着朱雀大人不要 竟然选择秦家大小姐 他敢拒绝朱雀大人 我怕他先翻整个会上 好 那我退一步 我让你娶两个 啊 这是什么错 是谁要说要娶两个了 不过是先说好 我要做大 朱雀大人乃堂堂 战国护身 强抢夫婿 这传出去 就不怕被人说话 这秦老头是迷糊的吧 咱敢顶撞朱雀大人 秦家要完了 秦家是 你信不信我请客之间就要让你整个秦家都覆灭 朱雀 过分了吧 以示欺人 你还算什么护过战神 我是温哥 你才吓唬他呢吗 对我那么凶干嘛 哎哎哎哎 哎呀 看这中学战神 平时看着挺彪悍的 怎么还给徐文杰撒球 也不知道徐文杰这小白脸 给他挂什么名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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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婚今天也结不成了 你给我过来 下来 我 你 你 你 我不是的 你让你撒我的肠子 让你没大微笑 我让你胡作非为 我啊 啊 再放下去 杨东又改发作了 你说 好好的婚礼就被你毁了 知错了没有 我没错 你答应要娶我的秦燕仁 他可是基因之地 能治好我的养毒 必须娶秦燕仁 那我呢 你别闹了行不行啊 以后再说啊 以后再说那不行 我马上就要嫁给龙王店店主了 嫁给龙王店店主有什么不好的呀 那傻屁店主谁爱嫁谁嫁 嫁给他我宁愿去死 你别发那么毒的事啊 有你后悔的时候 我才不会后悔呢 几天之后的龙王店继任大典 按规定新店主可以接受三人挑战 谁赢了便能取而代之 你必须上去跟他打一场 你赢下来 我就能名正言顺直接嫁给你了 啊 我我不去 那秦燕燕怎么办啊 你不去睡吧 那秦燕燕甚至整个秦家都 你 啊行行行行 到时候我去帮你打一场行不行啊 呸 我造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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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吧 rans哦 老婆你就疼了吧 这 叫什么 屠 啊 啊 妈 她是我老婆 你怎麼不能讓他守國寡吧 閉嘴 誰是你媽 你就是個掃把心 四從你來了我們家 我們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啊 媽你哭什麼呀 我們家4S店讓人給砸了 什麼 哈哈哈 哎 先生請親手關車門 這種豪車車門很容易死壞的 我想怎麼關就怎麼關 壞了就能走一點 先生那我們只能請你離開了 哈哈哈哈哈哈 請我離開 你知道我誰嗎 均好地下皇帝肖天也是我爹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都是因為你 恨見你這個掃把心 先是得罪了朱雀大人和趙少 現在又得罪了陛下皇帝 小家寫揚言說 都滅了我們秦家 媽 趙家 和蕭家的交情不錯 明晚 趙公子那有個聚會 我去求求他 求他放過咱們 不行 那個周星辰他本來就對你通我 不回的 啊算了我跟一塊去 好 我可以帶你去 但是你不要誤會了 我帶你去 是想讓你去見識一下頂級豪門 好 讓你知道 你和我之間 根本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店長 趙公子 你怎麼還把廢物帶上 趙公子見笑了 我帶他出來見面試面 小子 別以為你傍上朱雀就了不起 我告訴你 我叔叔說了 老朱雀戰神 根本不同意朱雀大人跟你在一起 等朱雀把你踹 我弄死你 我理不理你就完了 店長 秦家4S店被砸的事情不聽說了 我知道 你心情不好了 所以 专门從家裡待了兩瓶好角 等會兒 我陪你 我自己的老婆 我自己會陪 你要真那麼閒的話 去街上 扶老人來過馬路 真的 你配得上爹的 今天我就讓你知道 什麼叫 階層差距 知道這酒了 多少錢 趙公子 盛農料 就是八二年 老費 隨便一瓶 都得超幾十萬 不愧是 本少爺 今天就賞你一口 不然這輩子別說喝 就是聞 都聞不到這麼好的酒 你真意思 我呢 雖說是剛從山上下來 但是在山上我經常喝著 笑 你那昆仑山 怕是只有不入流的 藥酒吧 你這個臭道士 你懂個屁的 你懂個屁的 辣費啊 許文杰 你沒喝過就沒喝過 你在這迪毀招商的好酒干什麼 算了 他這是個山村野夫 怕是只喝過 勾兑紅酒 喝不過這麼頂級的紅酒 我們呀 不跟這種底層人 一般見識 這窮逼可能覺得這有點色 就說是假酒 告訴你 這叫丹宁酸 許文杰 我和你之間的差距 看出來了 這本來就是假酒 我在山上 什麼拉菲啊 羅曼尼康帝經常喝的 土狗就是土狗 就算耍手段 傍上秦家 又傍上朱雀大人 還是改不了那一身的窮酸味 趙少 咱們還是談正事吧 聽說您和蕭家的蕭公子 關係不錯 是不是真的呀 那是當然 我和蕭起盛 那可是敗靶子的兄弟 會是做的 這白盜有太子照 這黑盜有地下王這些 佩服佩服 金馬屁 夠了 許文杰 鬧夠了沒有 趙公子 我和蕭公子之間呢 有一點點小誤會 我想當面給他道個歉 放心 他今晚啊 笨 那今晚還得趙公子 在蕭公子面前 給我明天幾句 我今晚可以多喝幾杯 我勸您去 不要用這個假酒招待 否則火上澆油啊 蕭家公子到 哎 蕭兄弟 把這個臉乾嘛 快過來喝幾杯 哎 蕭公子啊 我是九州吉他帶了 他媽誰呀 你不跟老子喝酒 滾 呃 燕燃 還愣是幹嘛 快過來 敬蕭少一杯 蕭公子 我是秦家的秦燕燃 前幾天 4S店的事情 是我們 是我們的錯 我帶秦家 給您道歉 蕭兄弟啊 這 蕭兄弟 給我個面子 別他媽兄弟長兄弟短 就是剛才你說的幾分面子上 我才跟你拜託把子 啊 是是是 呃 請教授給我 教授 我先幫你 秦家必須給我賠一輛藍博低尼 不然這是 沒完 好好好 我們馬上安排 小少 這酒 是不合您口味嗎 叫你摸啊 那個家酒糊弄老子 你當老子是土瓶啊 小少 我跪上去 小少 這這這這酒 電影你先停住 我去找我書法救你 別他媽廢話 你就是故意拿假酒 羞辱老子 老子居然沒有文化 老子不是土瓶 老子不是土瓶 你先停住 我跪 銷唆好大的口氣 連我老婆也感心 徐文賤你別吵了 我我跪 要請銷唆 別難為我們簽家了 這是怎麼了 那前人把家酒給銷唆賠罪 被喝出來 現在又跪玻璃炸道歉 可惜了 這麼漂亮的腿 燕然 你不用跪 我媽說的果然沒錯 就是那個騷把香 你要是還有點良心的話 就幫我叫好救護車 救護車當然是要叫 但是 上了救護車的人 他 哥 你敢打我 你叫我誰吧 行了行了行了 知道地下皇帝 蕭天一倒兒子嗎 我告訴你 就算是地下皇帝本人來了 我也照大 徐文賤 你瘋了 修家地下勢力之大 聽說連正統軍隊來了 都未必敢致命 我 我還聽說 地下皇帝 並屬於龍王帝 你自己找死 別拉我們簽家墊背啊 我可是為了救你 我本來是不 你這樣就好了 這家我們全完了 放心吧 有武在 沒有人敢動 少他媽出牛逼 老子現在就打電話搖人 喂 爸爸 我被人給打了 趕緊召集金牌殺手 我今天要打開殺戒 您惹嚴王爺 別惹蕭家老爺 蕭家金牌殺手 殺人無形 你們快走吧 快走 金牌殺手 聽說蕭家養了一匹孤兒 把他們培養成職業殺手 而且哥哥無意吵架 毫無感情 甚至連痛覺都沒有 是嗎 那這麼危險 你怎麼還不走 走 蕭家身體這麼大 你讓我拉走 只可惜了 我到死 都沒有見到我男神 龍王殿下一命 陛下皇帝消遣一刀 聖兒 誰在欺負你啊 聖兒 是誰在欺負你啊 媽媽您終於來了 就是他一個無名之輩 估計是從山下來的 連我都敢打 哎 話可要說清楚啊 我是從山上下來的 什麼少侠 你師生何人呀 呦 這個你就不配知道了 射 狂妄至極 哎呀 殺無射 哎 我聽說你這些金牌殺手 連痛覺都沒有 只要打不死 就會一直打 嗯 算你還有點見識 我太晚了 我上 哎 這招好久都沒用了 沒想到師父教的針法 還挺管用的 徐文杰竟然還會這些邪術啊 哎 哎 你們怎麼不動呢 給我打死啊 閉嘴 不好意思這個小姐 請您回避一下 我有些私事要處理 這就放過我了 媽呀 燕然可是我老婆 哦 你說回避就回避 你要幹嘛 說下 我對您的夫人呢沒有惡意 我有些事呢 想單給你撕下水 哎 麻煩這個小姐回避一下 走吧 我殺蕭千怡被建龍王殿店主 你這什麼 你這什麼 什麼 他竟然是龍王殿店主 廢物 趕緊給我跪下 你怎麼知道我就是店主的 啊 剛才大人您所使的是龍銀針法 當今天下呢只有鎮原子和他的徒弟會 所以我斷定您就是新任的龍王殿店主 算你還有點眼 大人 我和犬子呢 無意中冒犯了你 還請你降水啊 你就算了 不過你這個兒子嗎 差傷了我妻子 這也要再算了 來呀 把他給我拉下去 這一條胳膊 封出滑骨 永遠 不得再回來 爸爸 我可是你的保命兒子 你不能這麼對我呀 趕緊滾 爸爸 爸爸 得罪了店主 我保護小明就不做了 我怎麼是你的蠢伙 這個處理我還算滿意 對了 你在京海那麼多年 對我的身世了解多少 丙店主 屬下只知道二十年前徐家被一夜面安 最後我家母呢 失踪了 難道 這人子沒跟您接近嗎 老爺子什麼都沒跟我說 只說讓我自己查 還說這是什麼例 店主莫急 屬下知道老朱碎戰神對您的身世有所了解 當年徐家被一夜滅門了 他是第一個趕到現場的 但是 是當露吃雞呢是三日之後店主的激凌大地啊 傳我命令 經過各大家族廣發邀請凡 要在激人大土之上 我心指就出來了 我心指就出來了 燕燃 怎麼樣怎麼樣 蕭家的事解決了嗎 說來話長 媽 蕭家 好像不為難我們了 就把我放回來 但不知為何把徐文傑留下來了 哎呀 這不正好嗎 反正你跟他有名無事 正好見蕭家的手滅了他 到時候啊 你就可以另尋良人了哈哈哈 那就讓丈母娘失望了 許文傑 您今天沒事 不過 咱們倆 動房子我怎麼失去呢 你怎麼逃回來的 這個蕭天意他 剛好有些事不就 好了 龍王店店主敵人嚴禮 將一三日後在公開 人你不用 新店主要送生啊 他終於出現了嗎 等到監人大典你就會發現 寧龍王就是龍王店店主 妹啊 咱們情家女主的寶貝 要是能搭上龍王店 那就不怕被人欺負了 別說龍王店了 媽 咱們 你們希望到底沒有想要任意 你這樣 我可以給你 龍王店的邀請函 當然 我是誰他媽都能擁有的 不過 要是燕燃你想要 給我說就行 哎呀 這龍王店的邀請函就是不一樣呀 包裝的靠著一種貴氣 還得是趙公子 不是像某些騷擾 就是一場邀請函嘛 有什麼大驚小怪 徐文賤 一個山村岳父你懂什麼 能夠參加紀念大典的人 在京海都是響蕩蕩的人物 如果能隨便結交一二 都能帶給我們秦家上映的收入 如果說能夠認識店主 我們秦家在整個華國 都能橫著走 燕燃果然有見識 現在 只要你跟這個垃圾離婚 然後嫁給我 這塊 踏入京海 頂級市下的敲門磚 就是你的 哎 哎 哎呦 就 徐文賤 你竟然敢撕毀 羅王家的邀請函 這是對羅王的褻奪 你要是追究起來 推銷門門 徐文賤 你是不是瘋了 徐文賤 你這個災星 你要害我們秦家的什麼時候 就是一張邀請函嘛 很難拿到啊 我馬上就能給你們一張 徐文賤你手裝逼了 邀請函 就算我們趙家 只有兩張而已 別說進入羅王殿 就算是羅王殿排出的屎尿 你都沒資格喝 啊行了行了行了 你最有資格喝 你 小伯娘 我今天用支筆一下啊 我看你們玩什麼玩啊 你 你 邀請函 你徐文賤 你又發什麼風呀 火球劍 真他媽是手畫的邀請函 哎 徐文賤 你就算是裝兵 也弄個差不多的邀請還來 按你隨手畫畫成龍 你就以為你是真龍王 你就能進去了 這人神經病嘛 你要是不跟他離婚 你真被不被毀了 伯母 咱們趕緊幹個好事的 給精神病院打個電話 把他送給我 不然呀 他媽的每天發瘋拿刀砍人 咱害了 徐文賤 當初真不敢拿你一個人錢嗎 你給我滾 好滾滾滾滾滾滾 你要請來拿過來 那你先收好了 那這樣吧 如果明天進不去 那我就立刻 那如果能進去 就喜好等著 小爺讓你好好坐 爺爺 答應吧 明天就 好 不意思 我答應 徐文賤 這垃圾玩意兒 明天要是能進去 怎麼跪下來叫你爺爺 哎 孫子真乖啊 你也等你 徐文賤你有種 要是進不去 那就跪下來給我舔鞋吧 走著瞧了 滾 徐文賤 給我滾 又滾 洗乾淨啊 你哈哈哈 趙公子 讓您見笑了 我們千萬了 明天 既然典禮 我一定 讓我叔叔在龍王面前 為情侠多多名言 憲然 快謝謝趙公子 謝謝趙公子 別客氣 李先生 很快啊 我們千萬是成為一家人了 來 明天 明天我在東海大酒店設宴 為你親手地上龍王店的邀請盒 您可一定要來 哎 您放心 憲然他一定去 好 好 哎 憲然 你來了 快來快來坐坐坐坐 餓了吧 啊 快來 快 趙小小 說吧 什麼事 來 院長 喝了這杯酒 邀請來了 就是 廖嫂 我酒精不敏 院長 這可是最後一張邀請好了 你就來陪我睡一會兒的願意 我真喝不下去 燕兒啊 你是怕我在酒裡下藥嗎 上次在酒裡下藥是我 可是那都是因為我太愛你了 不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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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我為什麼 你猜我為什麼 趙星辰 你的爪子從我老婆身上拿開 虛文欠 你怎麼怎麼會在這 你看 你又給我老婆下腰了是不是 畜生 徐文杰 在这儿三的坏老子好生 信不信 杀了他 一下 死无丧生之地 徐文杰你别过来 在这里 你真动手了 徐文杰 徐文杰 老子走不着 徐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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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养肚 怎么又犯了 徐文杰 嗯哎 羊毒又犯了 欣然 這可是你勾引我的啊 反正 事不多 先把這羊狗解了 別怪我 徐文杰 你幹什麼你 我跟我媳婦睡覺關你什麼事啊 徐文杰你個臭流氓 徐文杰你個臭流氓 徐文杰你這麼傻瓜你快滾 趕緊滾 徐文杰他就不行家半步 我就報警 那還真是狗咬羽動兵不是好人心 那明明是趙欣臣幹的 你還真是不要臉 我都看見你截在他身上了 你還說是趙洞子幹的 你 你真不是人呢你 我剛才我那我我我我那 你你你 所以你們怎麼說 那明天龍王的接人典裡就要到 我記得拿著我畫的邀請函去 徐文杰明天就在那裡離婚日子 你給我滾 那明天洗乾淨在這兒等我 啊你給你哇哇哇 你就在這張床等我哇 這就是奴王店呀哎呦哎呦 無邀請喊者不得入內 當時下誓 別鬧了那能進去吧 呦 這不是裝逼大師許文賢嗎 你還真他媽敢來啊哎呀 某些人啊 別忘輸了 要很爺爺的 雁仁 你別忘了我們還有祖約呢 我的養足正好錢靠你吧嗯 雁仁 把他那個鬼話符拿出來 讓人的傻子清醒清醒 這樣就跟他把婚禮 你給我吧 嗯 哎守衛大哥 這個人可跟我們沒有關係啊 這邀請喊可是他畫的 你們要抓就抓他 對對對 我們不認識他 這都是個傻子 這有問題 女兒快過來 你這傻子原諒 這位先生 這個邀請函真的是您畫的嗎 沒錯啊 龍王罪客多有在賣請您說罪 起來吧 哎你們看仔細一點 這這鬼話符怎麼可能是真的邀請函 你們怕不是被他收買了吧 龍王店做事 無需向樓屹解釋 擾亂秩序者 殺不撤 好 怎麼樣 回了吧 別忘了 別忘了 別忘了今天晚上洗乾淨 許文傑 我雖然不知道你有什麼辦法騙過了嗎 未到 但是我今天要大姨媽了 你估計啊 要管等 不是吧 先生 你真要騙著這小子 我秦依然 願不得服輸 你等著吧 不等就等 啊 那豈不是還要等幾天 誓高誓驚 晚如夢 威鵝建築 要人間 這龍王殿 不愧其名呀 那是 這龍王殿是歷代龍王的寝宮 華國最牛逼的建築 多亏了趙公子 才能讓我們大開眼界呀 哎呀 我倒覺得呀 也就那麼回事 沒你們說的那麼牛逼 你個山野小迷 你懂什麼呀 你就憑那麼一張假的邀請函混進來 到時候龍王殿的人發現了 你可別連累我 算了 且勿跟這種玩家的 對了 我聽說呀 這新任龍王可從未露面 這世人呀 還未見其真榮啊 龍王是何等人呀 豈是我們這些人能輕易見到的 看群山拱玉 歸西西海 看世界英雄 西唯我龍王 我要是信龍王一面 我此生無憾了呀 你這不是天天賤王吧 龍王殿 御前智位 蕭天翼到 地下皇帝蕭天翼 實為龍王殿前御前親衛 看來這傳言 是真的 周圍 周圍 歡迎周圍來參加 龍王殿 新任殿主的金人大典 按照以往的慣例呢 新任殿主可接受三名高府的挑戰 由不服者 儘可上來挑戰 以示高地 地下皇帝都俯首成臣 誰 還敢跟其教養 聽說這個挑戰 是立了生死壯的 死個概不負責 除非是傻子 不然 誰敢挑戰我家男神呀 我不服 我不服 朱雀戰神這駕駛是要關了這龍王殿啊 徐仁傑 徐仁傑 你給老娘出來 哎徐仁傑大人徐仁傑在這 你敢欺騙老娘 該死的徐仁傑前宮跑了 實在不行老娘親自嘗嘗 朱雀戰神不是和龍王有婚約嗎 為何要挑戰龍王 我跟妳說 朱雀戰神愛上了一個小白的 要被關婚呢 不會吧 他不會真為了許文傑 放棄這麼大的蓋世英雄嗎 這不真好 你剛好可以敗佈了許文傑那個扫把心 媽 你想多了 這世界上又有誰能管弄龍王殿下嗎 朱雀戰神 你真敢挑戰龍王 怎麼 你有意見 還叫你們狗屁龍王給我滾出來 龍王殿上豈容你放肆 遇見真龍先顧龍門 我蕭千義給你瞧瞧幾招 還沒打完呢 沒想到朱雀大人的功率達到了如此頂步 竟然能給我打幾百個回合 厲害 龍王殿輕微也不過如此 你們龍王不會是怕了我不敢出來了吧 狗屁龍王給我出來 不然我就轟了你這龍王殿 你 你這是龍王 我乃法國戰神朱雀 今天我正式通知你 我要退婚 你趕緊退 最好把婚約讓給我 朱雀大人如此胡鬧 龍王大人顏面何存呢 媽的 為了龍王殿尊嚴 只能打一架了 父母之言 沒說人約 這婚不是你說退 竟能退 我已經心有所屬 你別痴情忘想 最話少說 我們手下先針章 好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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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不 你就算贏了我也沒有用 我是不會嫁給你 我的心裡只有徐文杰 他才是我的真命鏡子 你不配 哦 徐文杰 是何許人也 一個世外高人 一個頂天立立的孔子 有本事 你和我老公徐文杰打架 你絕對不可能贏過他 好 讓他來 本座隨時 瘋了吧 徐文杰這廢物 怎麼能跟龍王大人相提並論 這廢物 給朱雀大人灌了什麼 你能不能打 我真的惦記了 靈活 晴龍與浩月征迴 這恐怕 就是晴龍眼裡出戲師吧 現場 還有誰不服的 既然如此 新龍王正式登機 請 店主回店內休息 等一下 我寧願 我寧願子也不嫁給你的 我靠 你玩真的呀 神魂魏何在 哎 朱雀大人 你寡不敵重 那就再撲倒下去 別怪我龍王健對你不客氣 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老公要是在這兒 他一個人就能戰勝你們龍王殿所有人 親人大點結束 你都走吧 華國有個龍王 一故親人城 一故親人國 這一見龍王讓我終生的龍王 也不知何時能見到龍王 怎麼 就那麼捨不得龍王 嗯 敢問 除了朱雀大人以外 誰不想嫁給這樣的幹事英雄 傻瓜 幹事英雄就是我呀 徐文杰 你終於肯出現了 你幹什麼 我可是聽說 精神大典已經結束了 你別拉著我去跟龍王比武了 今天的事我以後再跟你算 現在我有很急的事 讓你跟我走 哎 哎你你幹什麼 我很急你不會纏我的身子吧 我告訴我老婆還在這兒呢 喂 朱雀大人 我和徐文杰我們倆之間 就只有夫妻之名 但我不是夫妻之事 你要是喜歡 走走走走走 老婆你把我當什麼了 我可是有節操的 徐文杰 我爸中足了快給我走 真的 哎 老婆不要了 老婆你叫 那怎麼不說啊 嗯 不好 我爸怎麼樣 老戰神這些中了苦啊 如果在晚上兩天的話 神仙來了都難救 苦毒 誰那麼膽膽 竟然趕到我家下毒 這個以後慢慢再查吧 我先給老爺子試針 好高敏的針法 不愧是我的男人 老戰神中毒比較深 至少需要兩個小時 體內的骨毒才可以清除乾淨 切記 這期間萬萬不可把銀針拔掉 嗯 我去上個廁所 不能把銀針拔掉 嗯 老小姐 老爺怎麼樣了 放心吧 我找了文杰幫忙 我爸很快就會醒過來 你竟然相信那個爺小子 我給老爺請到柯欣教授 都什麼年代了 還有人用針灸呢 這銀針拔了 助手 文杰說了這銀針不能拔 大小姐 你別傻了 柯欣教授的醫術想入世界 多少黃泉櫃子都陪著隊求他呢 那又怎麼樣 苦天之下 我只相信學院姐 你 助教大人 我可沒工夫在那浪費時間 我可不能一致一個死 你說什麼 你竟然敢詛咒我爸 老戰神出事了 我負全責 這銀針必須拔 助手 爸 你個臭小 我爸要射狗三長兩短 我爸你的偏 這不怪我 一定是那個山野郎中 亂石針才導致成這樣的 哎呀 是何人在此互命 原來就是你 還敢詞稱神醫看 就是你詩真才導致老戰神這樣 你給我閉嘴 溫杰快救救我爸 不用著急 他有救馬上讓人準備 老鼠 蟑螂 蜈蚣 各三隻 硬有報酬 然後演出什麼 快去 歪門且道 這些東西有用的話 我把這些東西生吞了 別了 這可是你說的啊 雲仙 把窗戶關上 我不想生長 哦 還原 西海 神劍 不 故魯神絮 這不是龍鷹整法 我男人果然不簡單 讓開 爸 溫杰 謝謝你 不愧是我的男人 給我 男人 拿著 你讓他全吃下去 大學姐 我也是為了包 給我閉嘴 把他也趕出去 大學姐你請我解釋 大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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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鬼女兒 嗯 你先出去 不用兩句話 想趕快說一下 徐文杰到底是什麼人 爸爸和他說話 連我都不能聽 老爺子 大便出於 不宜動身啊 孫姊 少主 少主 你快起來 啊 關於我的身世 你還知道多少 收下 終於等到少竹了 大姐 徐家 黑夜 滅門 主母脱苦 讓我們 讓我們 將你送上 昆仑山 老爺 主 主 你沒事吧 老爺 我徐家 今日造次大胆 全英里過黑虎們 去給我 誰家 空冷 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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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冷 絕 沒有無聲修憲心法 如今 我將空冷 絕 他用在我儿身上 他也会因此身中央毒 你马上死拿着孤独帅 交给这原则 待他下山后再靠这一切 中央信 下定后受不住船 你这个春阳门在这 快抢我 把你抓住我 大高高的快跑 我曾以为 我只是无父母的孤儿 没曾想我身被血海深仇 黑虎门在哪 我要去灭了他们 小主 心动 这可靠消息说 黑虎门 已经救了我花骨 你们前几天杀的 就是 黑虎门的金牌大手 难怪当初师父 让我急急忙忙的去救出去 原来你们早就被盯上了 古今 你身上这狗毒 也是出自黑虎门之手 你少主 你少主 赢了个 对了 少主 你的羊毒捡了吗 基因之体 你找到了吗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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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就是 说来话长 哎呦 根据 初公所说 你必须得在二十岁之前 与一个基因之体的女子合体 才能结你身上的养毒 眼看下周就是我二十岁的生日了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当务之急 是把黑虎门给找出来 请问 文君 你还要去黑虎商会 怎么黑虎商会来也不灭 他也不想危险 黑虎商会 这么巧 我刚好要会晤他们 高官 我再敬您一遍 狗哥 我们的产品都压了大半年了 那两千万的贷款 能不能先结给我们呀 早就听闻 秦家小姐 财貌双全 美艳动人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狗哥 这样 只要你把桌上这杯白酒干了 那两千万的事 好说 狗哥 狗哥 刚刚秦小姐也喝了不少酒了 这杯酒要不就算了 给我个面子 啊 给你面子 妈妈以为你是谁呀 算你说这回来了 老子也不怕 这就我干了 两千万的贷款 狗哥 你一定要说话算数呀 这你放心 我狗哥 能来个说话 好 好 好好酒量 俗话说 酒足饭饱 私营运 等老子爽够了 你回头告诉秦家 那两千万 明天早上 自会打个牌 我狗哥 我狗哥 慢用 慢用 我来了 走 我的女人 也是你能动的 住手 你的女人 也是你能动的 你他妈算哪个冲 我劝你一句赶紧快 爪子的话 爪子给你打断 老子不光要玩你的女人 老子打你 你也不敢动 是吗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 一拳废物 赶紧把欠款还回来 我做的话 今天弄不死 徐文贤 你是不是疯了 黑龙商会背后的势力多大 你根本无法想象 少他妈废话 给我滚 你姓徐 奔门山下来的 都查到我这儿来了 看来我猜测没错 黑虎商会和黑虎门 关系危险 果然是你 有啊 兴趣的念头 失去的 乖乖挑出碰人爵 你黑狗爷还可以给你留条全尸 黑狗 黑豹是你什么人 黑豹可是我的师兄 怎么样 怕了吧 师兄都那么不堪一击 轻轻一碰就死了 想来你这个师弟也不足 你少他妈吹牛逼了 我报告他可是达到了大宗师境界 除了龙王 没人能向他分好 巧了 我就是龙王 巧了 我就是龙王 大言不惨 手下见真正吧 小 看你记 不可能 你 既然超越了大宗师境界 说 当年这是黑虎门害我家人的 究竟是何人 告诉你也无妨 你是不可能胜过那个大人的 我师父 天玄子 听过没 天玄子 我师父支援子的师兄 没想到既然叛国了 还交出了你们这一帮野国的畜生 那好 今天黑虎门就会被封灭 你什么 罗魁赵少了 许文杰 你是这个废物 自己老婆被别人灌脚 你却在旁边缩着 你还是不是男人呢 什么我我我缩着 他 哎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还有脸问 燕燃去黑虎商会讨战 要不是赵少佛关系 你以为你们的安然无药回来 哎 阿姨 徐文杰 当时都他妈吓尿了 毕竟 他只是个穷道 况且 黑虎商会 确实势力庞大 我呀 还是托我叔叔的关系才败平的 燕燃明明是我 把他从黑狗手里叫住 什么时候成你的功劳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能安全回来是靠你自己的 你这个缩头关还好意思跳脱 你还在这儿狡辩 明明是赵少佛关系救了你们 你还居然说是你的功劳 你丢不丢人哪 就你这么一个臭道士 有什么能力去对抗黑虎商会 你还在这儿狡辩 明明是赵少佛关系救了你们 我这是在哪 店长 你没事吧 赵公子 是你救了我 谢谢你啊赵公子 也不是你 燕燃 是是我是我把你救出来的 循环节 你能别在这儿说大话了吗 黑狗牛高马大的 就你这吸胳膊吸腿的 你能使不救我 别说黑狗了 就算是整个黑虎商会 都已经覆灭了 你他妈的意思是 今天晚上你一个人 覆灭了拥有他妈上百死 似的黑虎商会 没错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许文贤啊许文贤啊 你他妈春牛逼也打打草稿吧 就算是地下皇肖天忆的势力 也很难和黑虎商会好 就凭你孤身一人 出发新闻 涉及黑恶势力的黑虎商会 一夜负面 死亡人数过败了 天人 这下你相信了吧 就算黑虎商会覆灭 跟你有屌关系啊 肯定是龙王殿干的 要是龙王殿出手的吧 那我就更清楚 因为 我就是龙王 你说什么 我说我是龙王 徐王殿 你再歇渡我没事 你给我滚 下诚不可语兵 我说我是龙王 你迟早的口子 嗯 燕燃 你快去跟爷爷说说 赶紧跟这个神经病结婚 你看这事多好 妈 我有点累了 我先上去休息了 嗯 哎呀 虽然戴着面具 但龙王殿下 撕发的气质 太帅了 我真喜欢见你 我说表姐 你都看了三个小时了 这龙王殿下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这种三流家族呀 小婷啊 听说龙王殿下 就入了龙王殿 要不我们去帮我运去吧 你疯了吧 喂 徐总 您快回来吧 猪鹊暂时又跑到龙王殿 闹市要退婚 啊 个狐娘们 叫啥猪鹊叫猪好了 我回去一趟 龙王 你他妈的给我出来 我要退婚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龙王大人不在这儿 这婚还退不退了 我需要嫁给徐文杰的人 他再不出现 我就轰了这龙王殿 若非欠然所见 还真不敢相信 我们居然为了徐文杰 要退掉跟龙王大人的婚姻 你好大胆子 敢在我面前 对徐文杰评头问诅 主席大人 还请您息怒 我们没眼睛胜小 说话不过脑子 还请您见谅 又是你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徐文杰离婚 上次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和他虽然有夫妻之名 但无夫妻之实 和他结婚 只不过是爷爷的安排罢了 我怕你是赖了徐文杰了吧 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爱慕之人 是龙王对家 想要在这两个女人中间 真是无人许走 何人在此喧哗 何人在此喧哗 你终于肯出来了 签了这个退婚书 你我从此再无瓜葛 朱雀 龙王要是真签了这婚书 你会后悔的 笑话 我朱雀做事从不后悔 我马上就要嫁给徐文杰了 你就那么想嫁给徐文杰 瞎了吧 徐文杰这废物还能被当成宝 嫣然见过龙王殿下 你又来做什么 我 禀龙王殿下 我堂姐爱慕殿下已久 今日只为一赌龙王的芳容 别误她求 秦嫣然 你这么喜欢龙王 那这样好了 我把龙王让给你 你把徐文杰让给我 此话当真 放肆 观音大事请他而信 唉 把我当什么了 再说了 换来换去不还是我 龙王 你表个态 这秦嫣然也是精海第一美领 你不愧 这样吧 容我想想 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宴 到时候 我会给你们一个答复 行 都在这儿 总共一千个亿 您到黑箭银行提取 是 其实这黑箭银行 也是您师傅正原子创立的 是他让我把卡给你 没想到这老头子 还有那么多产业 还有那么多产业 看什么 没见过帅哥 先生你要办什么要了 啊 呃 你给我取一下 现金 一千亿 你说什么 我要取现金 一千亿 别搞笑了 就你这穷三样 还有一千亿 滚滚滚 你不要耽误我工作 你 你真大的狗眼给我看清楚啊 这可是黑金卡 拿张破玩具卡 就说自己要取一千亿 我在这个银行已经工作五年了 我就没见过这种卡 黑市真金线 这 这可是我们黑金银行 七星级的贵宾定制 不好意思 这个臭道士拿了张玩具卡 就说自己要取一千亿 你放心 我们把上把菜捏走 你别 这 这张黑金卡 可是我行最顶级的七星队值卡 你竟然敢把它当垃圾扔掉的 怎么可能是七星级卡呢 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 传您有了不好的体验 我们将付全部责任 接下来将由我亲自为您 等等 您来的正好 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无上的贵宾 你怕是看错了 七星黑卡整个华国境内 一共就发放两张 一张被驳驳吃了争吵 另一张则生问不明 你看这张卡编号还是无法 这说明是黑金银行的第一张黑卡 纵观整个大象 又谁能拥有如此俗容呢 怎么谢航长是觉得我没这个资格 航长 可是这张黑金卡无论是从做工还是印刷 都不像是假的 你可千万不敢得罪贵客呀 你是在质疑我吗 如果这张卡是假的 就说明你能理不上 有小叶代替你做经理 真的吗 谢航长 我就说嘛 这个臭刀怎么可能会有一千亿 刚才林经理还大 华长 我们银行做服务 可不能以冒去 废话少说 事为室马 验变值 别管我没提醒你 金融诈品可是大 你真的造谱 有点过分啊 先生 您能不能为这张黑金卡 真实性能提供一些证明 有意思 小叶 把读卡器拿出来 我看这个抽到是敢不敢死啊 记得拿贵宾装用读卡器 好的 航长 小子 我不告诉你 一会刷不出来 可别跪下来 求我放过你 无法读 刷不出来 这张卡是假的 现在你跪下来求饶 我可以放过你 装这么急啊 你再刷一次试试 假的就是假的 再试一次也刷不出来 你还是好好想想 一会怎么跪下求饶呢 小子 你可是自责 金融赶片 伪装贵编 扭送执法堂 可要编打三百下 你可要想清楚啊 我想得十分清楚 你再刷一次 林经理 你还犹豫什么呢 啊 你不会认为这出道事 还敢再刷一次呢 说不定 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事关贵宾 不能武断 必须要谨慎 还是 刷不出来 这张卡是假的 翻 把这个骗子 又送这啊 我看谁敢 颜总 什么风把您捶来了 那不是八道集团的总裁 也入选吗 我倒了我下去 你刚刚要把谁送去这 就这个诈骗犯啊 他拿一张假七星黑卡 说要取一千亿 瞎了你狗眼 他的可是真的 可真卡 为何是会刷不出来呢 你业务能力这么差 是怎么当上好着 七星黑卡五个八 应该用黑金专用读卡器 普通VIP读卡器 哪能读得出来啊 原来如此 属下这就是他 若萱 这黑金银行也归你管 你扫说呀 我还亲自报给他 不是我偷懒 这黑金卡 必须本人来许现财琴 本卡余额一千亿 你千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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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五个八的 八的就卡 原来如此 真的 你们两个 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贵宾 从今天起 逐出黑金眼王 逐出金如劲 这 对不起 请你告达贵主 是不是有眼无猪 请你给我个机会吧 刚才不还很狂吗 还要送我去执法堂吗 过来 先生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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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这个 林经理 他的工作能力还不错 就给他提拔为 总行行长 留在你这儿太驱惨 是 我 我 我能当总行行长了 我说你能 你就能 谢谢 谢谢 但是 先生 我现在不确定 我们行会有这么多现金 我先去看看 看看 先生 实在是抱歉 管行现在只有1000万现金 剩下的 我明天会联系总行 给您送他加油 您点点 我就不点了 我先下去 苏贤 你拿着这些钱 去边境采购军备 我们随时准备 和黑虎门开战 是许总 喂 少主殿下 我女儿朱雀中毒了 什么 少主这边请 出去 出去 哎 你怎么办啊 我胸口 放在手 我觉得好像要吞火 在我胸口上 而且救我 我先提把脉 还是想着我 而且是非常强烈的 随情毒药 听我说 这种毒虽然特殊 但也并不是无法移植 这样 你先去床躺着 啊 出去 你冷静冷静 我替你实真 实真是不是要脱皮肤 哎 你 别别害怕 马上就好了 我给你实真 什么事啊 肩肩肩膀 哎哎 不是 张 你转过去 转过去 好疼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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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体内毒素一清 还有一点残留 多喝点水就好了 老公你好厉害呀 朱确你别闹了 你这次中毒非同小可 和你爸爸中的毒 都是如出一辙 应该是同一人所为 是吗 那 那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门家老是这样他也不是办法呀 一会儿中毒 一会儿中 中 中毒 中毒 房不省房的 应该尽快把幕后会手给揪出来 以绝后患 可是 我今天中午根本就没有出过门啊 没出门 难道是内鬼啊 不可能啊 能自由进出我们家的只有照顾 怕服侍我们家多年了 不可能是吧 那 那就更奇怪了吧 你 你 你们妇女的武功 这要想人不知鬼不觉地给你们下图 这比登天很难啊 先不说这个了 老公救了我 我必须报答你 老公 既然你来都来了 你就从了我吧 我感觉我体内的余毒还没清呢 你怎么又流鼻血了 我 小公 你喜欢东西有什么 他在这个国家前 我今天的死罪都从小公 出去 爸 别哭到 我找徐先生有正事要谈 什么时候谈不好 非得现在 你这个糊娘 哪个是少主大人啊 要不是他不让我忘了 我早就告诉你了 对啊 你爸找我有正事要谈 哎吓死了 你吓死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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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头子 我恨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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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你这个啊 啊 啊 我我我 属下 感谢少主就小女一命 都是自己人 无必客气 对了 黑虎门可有线索 属下最近查到 这虎门正大量购入越野车 我怀疑 他们是想制造汽车大战 提醒了王王爹 这样 那我就买下所有的越野车 让他们无车可买 欢迎光临 二位今天想看什么车 我们先随便看一下 好 都说大学生蠢 蠢的可以 咱们这都是几百万的豪车 他们能买得起吗 就是想挣钱想挣疯了吧 你以为提升是这么好赚的 既然进了咱们店 就是咱们店的客人 就要对他们负责 哎呦喂 笑死我了 张口闭口负责任 他们能买得起吗 二位不必领会 今天想看什么车都可以 我要人介绍 今天也可以试驾 不必介绍了 你们店里所有的越野车 我都要 所有越野车 就他这穷三样 把他卖的都买不起 大先生 别怪我没提醒你 他俩挂了碰了算你的 我赔就我赔 让人什么 让人什么 你这大学生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 什么客人都干吗里着 老板我停 别说了 你被开除了滚蛋 老板那我的工资 还想要工资 哎 你要再敢动的话 我费了你这条胳膊你行行 干什么 你还想打人啊 我不仅要打你 还要封杀你这家店 可笑 我几个亿的身家 就凭你 还想让我倒闭 若贤 打电话 通知京函 封杀这家店 是 查我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 龙沙庭 你俩是在这演电视呢 还演啥瘾了 老板老板 别和这些冲三样一般电视 装 什么东西 徐先生是吗 我是隔壁龙同车行的 听说您要买越野车 嗯 这样 你们店里所有的越野车 我都要了 还真他妈会装逼啊 老李 怪不得你这生意不砸紧去 还真是什么招子都招 所有的越野车吗 那我给你打个折吧 哎 那都不必了 你就全价卖给我 但是近期不准买越野车 给任何 好的先生 您放心 另外 给这位大学生办理一下入职 今天的单子 全都算他了 谢谢 谢谢 都这个时候了 还他妈演 一会我看你付权的时候怎么办 过去 哦对了 你毕业之后 可以到八道集团报告 八道集团 京海第一财团 您是 集团总裁 严若雪 他就是严若雪 怎么可能是他 真的是他 我们刚刚错过了千万的单子 我们刚刚错过了千万的单子 喂 什么 贷款要在三十内换钱 还要封了我的店 完了 我彻底完了 我彻底完了 石先生 我们走吧 嗯 别忘了 是 徐家 念中 徐文杰 您满下 进来的所有 车车 汽车 大量 骑骑 去保 你无法 不妨 身中 阳毒 没有几天的命 以防万一 打了那个 奇鹰之体的人 不被 那个 孽壮 留任何 解毒的机会 爸 我跟你说 咱们家最近 连锁4S店 生意可好了 那越野车 全部让一个 神秘顾客 都来走了 神秘顾客 到底何人 有此财力 据我所知 有此财力的 金还不超过三家 会不会是赵公子 他为了讨唐姐的欢心 所以特地买了 这些车 对 不太可能吧 如果说 他要是个讨我欢心 应该把车行 所有的车都买了呀 干嘛 只买越野车呢 就算赵家 也没有此财力啊 肯定背后有大事 最近 我们都要小心一点 试着出来了 大胆 深夜惊扰我钱家 你说为何事 副师傅 给你 全然去 全家人的性 这次全家人 大胆离开 你都会 出乎全家 我 我 我就是全家人 是不是杀了我一个人 就可以 留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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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 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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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何人 我新家与你无怨无仇 你为何要下次毒手 你也是一个马 我又要杀你了 你是来杀我亲眼人 是不是只要取了我的性命 就不会伤及我的家人 你杀你 我又要杀你了 当天照顾好我妈 大力好监视集团 谢谢妈 妈 不要 你保住身体 我打死的 到底是不是太多了 我帮我全家 黑虎 来我滑火 怎么不先找我 故国战神出现 这什么 深夜来我华国 只为欺负老弱妇孺 这可不像你 少废话 看着 说 何人派你刺杀 秦燕燃一家 我欺负无人 我欺负口服 但是 为什么 怎么 他 有什么事情 可恶 竟然咬舌自禁 靠 秦燕 你没事吧 对 大人 我没事 只不过爷爷的 各种室友 我也不知 只不过是我父亲 派我来保护你们秦家 只可惜 我来吃一碗 黑虎 乃窝国战将 既然派出这个级别的人 背后一定更大的一步 他指明了要杀燕燃 可是我们家燕燃 贤良输德 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 难不成是许文杰 还是暗恋唐姐 怀恨在心 得不到就毁掉 闭嘴 我男人许文杰 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你算什么东西啊 竟然敢对他妄加平叛 竟然大人息怒 爷爷 爷爷不在了 小婷 小婷她是过多悲伤 三火言乱语的 请您受罪啊 爸 你们节 近期我们侍卫 都会保护你们秦家安全 爹 你舍弃生命 护我周全 如果再有来世 我还做秦家的孙女 好好伺候你 啊爸 你走得太远了 天夜待许文杰不顾 如今阴阳两空 许文杰居然连宋一层都不愿意来 谁说我不会来的 许文杰 你这个扫把心 自从我们燕燃嫁了你以后 秦家就没有过过一片好日子 你个爱千刀的 千刀万刮 你给燕燃赶紧离婚 离婚 排列 你平日里带我不包 没有嫌弃过我的出身 还把宝贵孙女嫁给我 今天 今天我在您的零天七十 往此之后我尸骨为人 笑 这凭一个废物 拿什么报仇 不仅你也也死 大法必在遵守我决 赶紧和薛恩杰伦然后嫁给我 赵公子 如果 接着来为了跟我说这件事情 那也请你回吧 当初就不该嫁给这个废物 看看秦家 陆秦 堂堂家不死 我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前来调研 谁说没有人来调研呢 净害所有的世家 财团 战将 一个一个的前来调研 薛恩杰 你还是真爱追 如今秦爷爷已死 看看还有谁还能护你 霸道集团言若雪道 老爷子一路走 颜总 你怎么回来 你算是 我来也是要跟你抱 我还要你想象不到的 一个一个陆续都会来 护国战神 朱雀妇女到 老爷子一路走 不可能 秦家不过是三流家族 这些病毒王子 怎么会特意前来 爷爷他 这医生 既然不算有权有势 但是为人光明磊落 这一身的冥王 竟然能喊动整个惊喊 爷爷 再次谢过大家 请爷爷 您要感谢的 是徐祖 爷爷 你放心 秦爷爷的仇我会抱的 小人姐 我听够你的大话了 你和我之间结婚 本来就是一个爷爷之名 现在你已经死了 我跟你些没关系 就此结束 没有说谎 我一定会给秦爷报仇 你和之间 本来就没有感性 想你们的关 为天 想清楚 对 今天 说我有福音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嗯 秦爷 将死别过 少主 您要和秦燕燃离婚 那 杨独怎么办 杨独先不管 当务之急 找到黑虎门 爆出雪恨 洛雪 你军备准备的怎么样了 军备全部选择待发 进来个夜夜车 随时可以移车 好 小叔 穿我命令 召集精英神龙卫 是 向窝国进发 我要踏平黑虎门 好 许大运念 当我龙岸金众人 向我窝国杀来 我军切切白退 已经快打上门了 来的正好 也省了我去找他要昆仑诀了 我没有找你 已经找上门来了 今日 我便要踏平你的黑虎门 可笑啊 师父 这原则是我师弟 按辈分 是我的师侄 你竟敢草草狂言 废话少说 神楼卫何在 杀 罪我杀敌 踏平黑虎门 杀 黑虎门 应的 杀 师侄 乖乖地救出昆仑去 我可留你全尸 就你 还不配燃指昆仑诀 就 鬼怪的 受死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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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 我以先天之境 也 不是我的对手 哦 那 一事便知 啊 啊 你 你怎么说 不是 我早已踏破最高屏障半步 如此年轻 怎么可能 我有昆仑绝护体 早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那时在昆仑山 师父就已经不住了队 不信 不可能 没想到我黑虎门传承千年 今日断与我手 黑虎门 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傻药光 谁听宗编 你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哈哈哈哈 你头来还敢嘴硬 天玄自已被我图 黑虎门下 降者不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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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家长辈 妈 秦爷爷 我为你们报仇了 少主 不好了 赵虎叛变了 绑了我的女儿 什么 秦玄子 竟留如此后手 之前跟你们父女下毒的 果然是赵虎 但凭赵虎的身手 他应该不是朱雀的对手 那女探子来报 赵虎是集合了四大宗师 才帮了我的女儿 朱雅 朱雀 你可真能让我好整 赵虎 你竟然联合了四大宗师 一语何为 我知道 之前的毒是你下 可惜你知道的太多 今天四大宗师联神 老龙王也得扫 我出家带你可不保 不保 道府明明可以独自成 不必要的朱家低伤下去 我搞来就是黑虎门的人 黑虎门 奎伦觉得是你做的 知道太多了 杀 四二 奎伦 方不胜方 常武命令 把你实回国 赵虎 天玄子和黑虎门都已经复灭 劝你实相一点 乖乖放我出去 不然的话 不灭你满门 我才不在乎 黑虎门从王 下午三 何谓划工程 你自己对着刚能绝浅 不然 我就杀了出去 我不用你救 我拿人学人节会来救我 出去 你把你家怎么还这么 放开我 不然许文杰不会放过你 是吗 不管许文杰还是木耳 只要他们赶来 和杀无路 放开 你就是新人路 他有了多么厉害的事 他也不过如此 你还记得能演呗 人跟我挂过多年 他一直都没有被发现 我非法上 送 封龙杰呢 先把朱雀放 封龙杰给我看看 朱雀放 给你模一个全尸 很可惜 真心的 封龙杰在爬起来 朱雀一养两个 朱雀 给你们机会 你还不要 朱雀 也忘了 没有必要 对你们死而生 这不多 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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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虚假各个武器高强 还不是被我们死人一夜锁灭 什么的 去 你先走 在这里大开杀戒 四大宗是连我都敌不过 就凭你一个人 说了今天我要大开杀戒 你自己小心点 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怎么样 让他这证实 怎么应该感受得到 什么招负 你全都使出来了 不说 你竟然已达先天之境 区区先天之境算了 还有你更多 不会让我们一个一个死去 成功我致死了 救龙王给个痛快 现在 晚了 就是虚假之死 虚文杰 就是虚假之死 虚文杰 虚文杰 会让你痛苦的七天七月而死 你们就在这无尽的痛苦当中 慢慢的忏悔吧 什么 就是虚假的 虚假的虚假 受死 你 找我的手下 这辈子的东西 区区楼椅 放马过来吧 在说你 冯杰 你这招数 也不痛不痒 啊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这 这就是你所有的 太差了 这 这不可能 你是怎么做的 没有机会去 这 到底是什么境界 你触摸 打瓶颈 这不可能 什么生产 怎么叫的境界 你这么远去 怎么会 虚文杰 你在我体内觉醒 什么 没关系 虚文杰除了我们 徐家血脉之外 其他外族之血脉 根本就没有办法驾驭 为了一些问题 达到的平 究竟害了多少条人命 徐家 我大意了 这穷子 送过我的职策 去新城 算了 听过 警官大臣 要不 我走了 嗯 哎 哎 哎 怕时候我们过去晚了 哎 还好 大厨都不好 也算是对死去的人 有个交代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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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出去, 要死到亲家来了 龙王别选, 龙王别选, 你怎么了? 老马氏, 我不小心 不会的, 不会的 郭沈丹人, 你是人中之路 你不会那么轻易的去死的 龙王, 你没事吧? 龙王, 你就是干什么? 我看你很钟离, 龙王, 你是人中的 龙王, 龙王, 你是人中的 我不会吧, 我终于要和我的男神通床共诊了 这就像做梦一样 面具之下, 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徐文贼 确实你 别人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无耻 你绝对是我做的好好的衣服 什么衣服 那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衣服 哎呀 徐文贼 要是你这个丑人呢 要是你这个丑人呢 你给我起起来 起来 你听我解释 我自己的衣服 我真的是我 我是没想到 你是这么无知的人 居然用这种丑的 却能还啊 我真没有骗你 还有秦夜的大仇我已经报了 你还好意思提议爷爷 延人 报执法堂 徐文贼骗奸 你当化学验勾 我去你们来真的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啊 那再说了 打赌我赢了你还没兑现呢 那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得闹我呀 我的出现是要给龙王写下的 啊 啊啊啊啊 你的示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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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电话给吃饭了 啊 你这个小兔子 你拿着你 拿着你 拿着你 我也不想解释的 过两天龙王试日夜 你们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 还不赶紧滚 臭流氓 meine 少主殿下 如今 您的大仇已經得报 接下来 您该注意下您自己的身体了 明天就是您的生日宴了 如果养毒再不解的话就 朱叔您放心 我身上的养毒 在机缘巧合之下 已经解掉了 什么 您跟秦燕燃已经 详细过程我就不说了 总之呢 这次我的生日宴会 可以开开心心的举办了 对了 京海各大家族的邀请函都发了吗 京海各大顶级世家的邀请 已经全部发下去了 对了 给秦家也送过去几份 是 还有 赵新陈现在怎么样了 属下已经命人封锁整个京海 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了 嗯 徐文杰这个挨钱刀的 往我们秦家养他这么久 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执法棠现在怎么说 执法棠说 这个事情为人所见 令表啊 明日龙王举行之夜 咱们找机会跟龙王投诉他 灭了他圈子 妈 咱们连邮警寒都没有 怎么进去 老朱雀战神驾到 老朱雀战神驾到 秦小姐 老夫受龙王所托 前来送小姐 这是给我的 是的 龙王特意嘱咐 秦家必须到场 哎呀 一定是龙王大人那天看上你了 燕燃 你得尝所愿呀 他们不是上过床了吗 怎么感觉还不认识啊 谢大人 秦家已经送到 老夫就先告辞 燕燃 正好借此机会 让龙王除掉许文杰这个畜生 龙王在上 八道集团引若雪 将黑金一行赠予龙王 助龙王浮入东海 寿宾南山 我死怎么听着怪怪的 我有心劳 谢谢你啊 若雪 老朱雀为龙王送上顶湖别墅一套工作婚房之用 希望少主能够密得两人早日完婚 谢朱叔 你不过话说回来 我和朱雀的婚约 我送龙王退婚书一本 我送龙王退婚书一本 少主等一下 朱雀 兄弟胡闹 爸 这婚约是你定的吧 我这辈子非学员结不嫁 我是不会嫁个什么龙王的 你 你想气死我呀 朱雀 我劝你啊 还是把这退婚书拿回去 不然 你会后悔 听听你若雪姐姐的爸 赶紧把你的退婚书拿回去 否则一会你就后悔 不 我不会后悔的 龙王你听着 这婚约我是不会认的 而且徐文杰和秦燕燃 已经离婚了 我可以和他谈谈真正的在一起 那你有没有问我 徐文杰的意义 他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要不想 我就把他淹了 我靠 你这是明强啊 秦家小姐秦燕燃到 秦家秦燕燃 见过龙王大人 这是我们秦家 为龙王献上的玉麒麟一对 祝龙王大人生日快乐 谢谢你啊 月然 龙王殿下大喜的日子 离婦不应该破坏氛围 可是我们秦家最近被秦兽屡屡辱 忘了龙王大人为我们做主啊 不知你说的这个秦兽屡屡 就是昆仑山下来那个臭道士 徐文杰 喂 你不要乱说 徐文杰能把你们秦家怎么样 徐文杰那个畜生 他假扮龙王 强奸了我女儿秦燕燃 什么 强奸 徐文杰会那么好色吗 不可能 徐文杰何须假扮 他就是 强奸 不如先听他们说完吧 龙王大人 徐文杰知道我爱慕你 他居然 他居然假扮你 骗了我 那你们觉得该如何处置 徐文杰就应该化学燕戈 不行 陛下皇帝消天意到 走 龙王大人 消天意经过七十二小时 联系追踪 终于抓住了赵星辰 先将他作为贺礼 献给龙 辛苦了 赵星辰 你可知罪 我可罪 你叔叔赵 通敌叛国 你敢说你没有参与 我叔叔叛国 可 跟我没有关系啊 甚好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承认 但你两次给秦燕燃下药一头强奸 又该当何罪 他怎么知道赵公子下药的事 龙王大人 你说我给燕燃下药 证据呢 我就是证据 龙王大人 您不要以为 您身份尊贵 就可以信口开河 凭空捏走 对啊 这不可能 赵公子对我们家燕燃 一直很好的 他怎么可能下药呢 就是徐文杰 强奸了我女儿 赵星辰啊 赵星辰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内 徐文杰就是正经 想看更多精彩短剧 就加入热播短剧情报局 一个专门分享短剧的圈子 最新一手资源 每日持续更新 我徐文杰就是正经 你两次给秦燕燃下药 我都在现场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小叔 你压下去 龙王殿108道刑法 是 8道刑法 龙王殿108道刑法 我错了 我不该跟你 贾燕燃 我不该跟你贾燕燃 错 龙王殿108道刑法 我错了 错 徐文杰 真的是你啊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 你不是还骂我 那你还退不退婚 既然你是龙主殿下 我当然不退婚了 不过秦燕燃怎么办 你个色狼 你还跟他睡了 你放肆 秦燕燃 秦燕燃 你真的是龙王殿下 是我婚姻 孟前的男生 居然 就是天天陪在我身边的老公 那你天天啊 跟我睡的人 也是你啊 天哪 我女婿 居然是龙王殿下 完了完了 我还靠她 向前我女儿 我怎么这么糊涂 龙王那些 我跟我母亲 多有得罪 龙王你 你原谅我们 燕然 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 没有隔夜的仇 如果要不是你的话 我的阳毒还没有剪 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徐文杰 我答应你去两个 但是我必须做大 不然我就一炮轰死你 你